在我们目前的现有的医疗水平的基础上 肠镜检查已经不痛苦了 除了普通的肠镜检查 我们现在还有为了这种心里面有畏惧的患者 我们还可以提供无痛的肠镜检查 那无痛的肠镜检查就是在一个 全身麻醉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那个肠镜从肛门进入我们的结肠 然后一直要看到我们的回盲部 看到我们的回肠末端 把整个的结肠检查清楚 那么在肠镜检查前 我们主要是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肠道的清洁 这样子有利于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观察 肠镜检查的时间根据不同的患者 基本上是在10到25分钟之间 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了有一些结肠相关的病变 我们可能要采取一些检查 或者甚至一些内经下的治疗 所以这个时间的长短不是一个固定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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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